谁是短剧圈第一帅 张吉俊第八和剑旗第四科纯 第三身号男第二 以下十位火爆全网的短剧男演员 你觉得谁最帅呢 看看其中有你喜欢的类型吗 TOP10王毅然 王毅然勇于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如《如果眼泪记得你》中的深情款款 《超时空同居》中的双面总裁 他人及地狱中的迷人反派的 展现了其多样化的演技 他的外表展现出独特的英剧魅力 五官轮廓分明 时而儒雅 时而霸气 在镜头前格外吸引人目光 TOP9孙岳 你先把药喝了 近年来 孙岳在微短剧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被誉为短剧一哥 他主演的多部微短剧 《如沐总的天价新娘》 重生后被渣男死 对头宠上天等深受观众喜爱 这些作品不仅让他获得了高人气 也让他在微短剧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TOP8张吉骏 张吉骏在短剧中展现了多样化的角色塑造能力 无论是霸道总裁还是纯爱题材 他都能准确抓住角色特点 将人物演绎的淋漓尽致 例如在被写医生剧绝佳好友99次中 他成功塑造了一个平时而富有魅力的医生形象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告白申请 请通过 中他高冷又呆萌的医生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TOP期待高正 戴高正在多部短剧中展现了多样的角色形象 无论是高冷的战神还是柔情似水的恋人 都能把握得恰到好处 演技令人刮目相看 特别是在短剧情难自尽中的表现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其稳即合深情的演艺让人忍不住点赞 戴高正的颜值也是一大亮点 TOP6刘润铭 刘润铭外形独特 音长得向人家轮而迅速出圈 刘润铭参演了多部热门短剧 如常书行 女总裁的顶流小娇夫 一眼万年绝美老公宠上天等 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他的演技实力 也体现了他在短剧领域的活跃表现 刘润铭在短剧中塑造的角色各剧特色 从古装剧到现代剧 从神医到霸道总裁 他都能精准把握角色精髓 TOP5正锋 正锋作为非科班出身的演员 在多部短剧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尤其是在古装角色的塑造上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饰演的角色类型多样 从并交反派萧綦之道温润如玉的云生 再到英俊少侠荣楚 每个角色都演绎得生动鲜活 正锋参与的多部短剧如夜幕 夜幕二等 在播出后均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TOP4和剑奇 何剑奇 这个名字在短剧界可谓是响当当 他主演的一部不热门短剧 如《青城》交期别招惹我 当替深我月薪百万等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也展现了他卓越的角色塑造能力 他的表演风格多变 能够轻松驾驭各种类型的角色 将每一个人物都诠释得栩栩如生 何剑奇的外形条件十分出众 高挑的身材 俊朗的面容 让他在一众演员中脱颖而出 然而 他并非只是一个空有外表的演员 他的演技同样扎实可靠 在镜头前 他能够将角色的情感细腻地展现出来 为剧情增添了不少张力与魅力 他的表演不仅让观众看到了角色的表面 更能够深入角色的内心 让人感同身受 值得一提的是 何剑奇的演绎之路并非一番风顺 在成为演员之前 他曾是一名高铁工作人员 过着平凡而稳定的生活 然而 一次意外地爆红 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遇 何剑奇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 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有的生活 转战充满未知的演艺圈 这一转变对于何剑奇来说 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他从明开始 学习表演技巧 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汗水 但正是这种敢于追求梦想 勇于改变自我的精神 让何剑奇在演艺圈逐渐站稳了脚跟 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演员 何剑奇的故事激励着许多人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只要有勇气和决心 就能够追逐梦想 实现自我转变 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我们期待何剑奇能够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 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TOP3 申浩南 申浩南 这个名字在短剧领域可谓视如雷贯 他以其高效的工作态度和卓越的演技成就 被业界和粉丝亲切地称为短剧界劳模 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一部又一部热门短剧中 不断用作品证明着自己的实力和人气 在申浩南的演艺生涯中 他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角色 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是他用新刻画的艺术品 《玫瑰冠冕》中的谢燕里 一个外表冷漠 内心火热的复杂人物 申浩南将其性格的矛盾和情感的细腻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为之动容 而在步步深陷中 他饰演的冯思前则是一个机智勇敢 深情款款的角色 申浩南的演艺让这个角色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申浩南不仅演技扎实 更有着令人瞩目的颜值 他的外貌条件为他在演艺道路上增色不少 但他从未因此而放松对演技的追求 他深知只有内外兼修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站稳脚跟 因此他不断磨练自己 用心去体验每一个角色 用演技去征服观众 申漂亮这个昵称 是观众对他颜值和才华的双重认可 申浩南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他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引起粉丝的尖叫和期待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成为短剧领域的话题之作 申浩南的演艺之路并不平坦 但他凭借着自己的坚持和才华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颜值 更因为他的专业精神和对待角色的认真态度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有理由相信 申浩南将继续在短剧领域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作品 TOP2科纯 柯纯 这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多变的表现力 在短剧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主演的作品题材广泛 风格多样 从情感纠葛到豪门恩怨 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 他对不同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精湛演绎 在替身情人中 柯纯饰演了一个外表冷酷 内心温暖的复杂角色 他的表演深入人心 让观众感受到了角色内心的挣扎和成长的痛苦 而在豪门婚约总裁的替身期中 他则化身为一个霸道总裁 将角色的全眸与柔情完美融合 展现了一个立体多面的角色形象 《千金贵来之踹翻渣男回豪门》是柯纯的另一部代表作 在这部剧中 他饰演了一个被爱情和权力所迷惑的渣男 最终在《你主角的帮助》下找回自我 柯纯的表演层次分明 将角色的转变演绎的淋漓尽致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随着演技的不断磨练和作品的积累 柯纯在2024年迎来了自己演绎生涯的一个新高峰 他搭档当红女演员郁佳琳主演了网剧千玺游戏厅 这部剧以及新颖的题材和紧凑的剧情吸引了大量观众 在剧中 柯纯饰演了一位聪明绝顶 性格独特的游戏厅老板 他的表演生动自然 味觉色赋予了独特的魅力 千玺游戏厅的成功 不仅让柯纯的知名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也证明了他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可塑性 他的每一次出场都能带给观众新的惊喜 每一次角色的转变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成长和进步 柯纯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不断地在演艺道路上探索和前行 他的作品不仅丰富了短剧市场 也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视觉和情感体验 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 柯纯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角色和作品 继续在演艺界发光发热 TOP邀李飞 李飞 一个充满潜力的影视新星 自2019年起 便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那年 他因帮助朋友拍摄样片 意外地开启了自己的演员生涯 在这之前 李飞或许从未想过 自己会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2019年的那次拍摄 让李飞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深知自己还有许多不足 于是努力学习 提升自己 终于 在2020年 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一部微短剧《心动警报》 这部剧让观众看到了李飞的潜力 收获了不少好评 也为他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 李飞主演了多部热门短剧 如《这个少侠有点老》 《养敌为患》等 在这些作品中 他塑造了一个个性格迥异的角色 展现了不俗的演技 特别是《养敌为患》 让李飞成功误为了第三届金剧 蒋年度最佳男主角提名 这对于一个新生代演员来说 无疑是极大的肯定 李飞的古装造型英俊潇洒 深入人心 他凭借独特的气质和扎实的演技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在他的努力下 主演的短剧在播放《亮上率》创佳季 部分作品甚至已成为经典 让人回味无穷 面对荣誉和成绩 李飞并未骄傲自满 他深知 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不断学习 进步 在未来的日子里 李飞将继续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用自己的实力证明 他不仅是一个颜值与才华并存的演员 更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实力派 请不吝点赞 订阅